Hello大家好 分享科技 分享生活 在之前分享的 在鸿蒙系统2.0上面 直接安装原生的谷歌框架的一个方法 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 说按照视频的演示方法 已经成功在鸿蒙2.0上面 安装了原生的谷歌框架 然后非常快乐的用了起来 但是呢 后来谷歌应用商店 弹出了更新升级的一个提示 然后就点了升级 接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接下来就打不开谷歌应用商店了 而且连YouTube也打不开了 一直在转圈圈 很巧的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也点击升级提示 升级了我的nova6上面的谷歌应用商店 结果呢升级完成没多久 YouTube和谷歌应用商店就一直转圈圈 打不开了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总算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分享给大家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之前可以正常使用谷歌应用商店和YouTube 但是后来突然不能用了 打开后一直转圈圈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下 会有奇效 那好 我们一起到我的华为手机上面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Let's go OK 欢迎来到我的华为手机 我们先打开这边的设置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系统 系统和更新 然后这边的软件更新 现在的话是Harmony OS 2.0的最新的系统 我们检查一下系统更新 看有没有最新版本 OK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没有更新的了 因为今天我已经收到了一个新版本推送 然后我也已经升级过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Home Harmony OS 我这边Nova 6上面是最新的一个Harmony OS的一个版本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谷歌框架已经装好了 这边的Google就在HMS Code下面这个Google已经是安装好了 OK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就直接这边的话是谷歌应用商店 我们可以打开它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之前的话我在之前的给大家说过 就是如果说你打开了以后的话 这边它一直在转圈圈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屏幕 你打开了以后这边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屏幕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圈圈一直在这边转圈圈 你是打不开这个谷歌应用商店的 包括这个YouTube你也无法打开的 就这边的YouTube你也是打开不了的 也是这边有个白色的一个画面 然后在这边转圈圈 那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需要回到桌面 怎么样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 包括Gmail什么还有YouTube Kids 这些都打不开都会赚圈圈 那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 我们打开这边的设置 在设置里面然后往上拉 拉到这边的一个应用和服务 点击打开应用和服务 然后点开应用管理 然后进去以后我们搜索GOO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右上角的四个点 点它一下显示系统进程 这边显示和隐藏嘛 现在是隐藏点它就隐藏了 点显示的话就显示系统进程了 这个时候的话这些谷歌相关的一些框架 你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跟谷歌框架 有关的那些程序 全部清空它们的内存就可以了 我们先一步来做 先第一个 然后这边的存储 删除数据 第一个 上完了 然后谷歌服务框架 我们进去存储 删除数据 然后两边都灰色了 这上面两个都变成灰色了 然后这边再返回服务框架 然后谷歌账户管理程序 存储 删除数据 好两个都已经灰色了 账户管理程序 然后是谷歌play服务 进去以后 存储 然后是清空缓存 这边的话 然后进去这边的管理空间 进去以后清除所有数据 清除 OK 清除好了以后返回谷歌服务play服务 然后再往上谷歌play商店 这边进去以后存储 删除数据 然后这边两个都灰色了 然后再返回 返回 然后是谷歌通讯录同步 进去以后存储 删除数据 OK 然后的话 接下来 下面google file 那个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重启一下手机 重启一下 点击这边的重启 再点击 OK 然后我们手机已经重启过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再点开这个play商店 当然第一次点开的时候的话 可能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刚才你已经把这些 应用的这些缓存全部清理掉了 所以说第一次打开 可能会等待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谷歌play商店的 一个图标在这边 然后你只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它最终就是跳出这个 这个谷歌应用商店那个界面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包括这边的一个youtube 也可以正常的打开 就是里面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 可能第一次打开的时间会比较长 当然接下来就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打开了 OK 其实这个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 它原理就是清除这个 这些谷歌框架的一些 谷歌的那些套件里面的 那些应用的那些缓存 清除了以后 重启手机 然后再打开这个谷歌play应用商店 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了 你可以试下这个方法 我觉得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的一个问题 OK 欢迎关注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